這一整隻啊 算是近乎全塗裝好嗎 No sir No sir 我上次我們叫 Gammer 令和騎士 新平成騎士 大家應該都有點看膩啦 我覺得是時候 該幫大家補一下我們的 平成騎士好不好 現在鬼門已經開了嘛 所以呢 我決定來介紹一下 跟鬼相關的騎士 其實我後來經過了這麼多年 我才想到 他當年的賣法 真的是很邪惡好嗎 所以呢 那我們就幫我拿出我們的 道歉 就是我們Kamen Rider 威吹鬼專用這個 陰 極 管 這個套組 我還是特地去找全新的 讚讚讚讚讚 但是這個畫是台版的 因為呢 當年台灣的百貨公司 是有發售的 而且我當年也有看到過 但是 我沒有買好嗎 那我們這個前提講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稍微看他的外盒 他的外盒 可是現在看不到的一個老式包裝 前面這面畫 就是一個陰極管裂峰 然後呢 這邊畫並不是圖哦 而是一個透明膜 然後你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啊 然後呢 這邊畫是他的一個名風好嗎 基本上也算是我們威吹鬼腰帶的一個本體啊 這邊畫是已經將喇叭給組合完成的一個威吹鬼 上面的話就寫著我們威吹鬼的一個名字啊 因為呢 那個時候還沒有Kamen Rider這個英文 所以呢 他這邊畫是採用Mask Rider 側面畫差不多長這樣 哇 真的很有年代感 另一側畫差不多長這樣 然後呢 背部畫就是大量的遊玩說明 跟一些景語標誌 然後我們這次的這一把 基本上還可以當成槍使用啊 然後呢 再來就是組合之後的一個喇叭 然後呢 一些相關配件 組成我們威吹鬼的一個腰帶啊 剩下就是一些聯動產品的一個廣告推薦啊 那 我們把這個外觀看完之後呢 開箱 這是那種老到嚇死人的包裝耶 讚讚讚讚讚 鳴風 裂風 然後呢 再來是吹咒喇叭的一個管子啊 然後他內容物差不多長這樣 所以呢 稍微整理一下 來各位 這些就是我們這次全部的一個內容物啊 也算是威吹鬼 最主要攻擊手段的一個道具啊 我要先說 翔鬼的東西 真的是擺起來非常非常有質感 翔鬼之間他製作的 都不是那種什麼 仿皮革製啊 仿木紋啊 之類的那種設計啊 但是我先補充喔 這不可能跟你做什麼仿皮革 做下去那個價格可能不是開玩笑 雖然說沒有辦法做實際的一個材質啊 但是呢 也是有做一些塗裝去淋磨出那種感覺好不好 整體看起來是非常非常滿意的啊 我們先看我們的獵蜂 再看冥蜂 然後呢再看吹口的一個部分 這就是我們 因極管獵蜂的一個主體好不好 這一把大小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跟近代的大小其實差不多啦 他的長度大小基本上就是 勝任劍身的一個部分啊 就是不包含握把這樣的一個長度啊 所以呢 整個大小的話 我個人覺得跟劇中算是有一定差距存在的 但是我要先說點喔 這一整隻啊 算是近乎全塗裝好嗎 基本上只有在一些微束不多的地方 或是一些比較 不顯的那種小分件才沒有塗裝 所以呢 這整隻我個人覺得 誠意算是非常非常之足啊 你們要知道 像Gamalaya的東西全塗裝 誒真是不用想好不好 全部砍光光 然後我們稍微近一點給大家看 他各部位的一個特點 再來是他前段的部分 這邊的話就是槍口的一個部分 因為本身這把是類似衝鋒槍的概念 所以呢 這部畫有一個槍口 槍管延續下來的話 這邊有類似那種管弦樂器的管子 我要先說點喔 他這個是塗裝哦 成型設置來的時候是不會那麼漂亮的啊 所以呢他這邊這個有塗裝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非常滿意的啊 然後呢 再來是這個槍的一個下半部分 下面這邊就有我剛才說的那種 紡織木紋的一個結構啊 也是塗裝 這邊的話也是有將木頭的一個紋理雕刻出來啊 誒我個人覺得算有一點偏假 但是呢 算是有用心在做啊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呢再來是喇叭吹奏時 一定會按壓的地方 有按壓這些地方 才會改變他的一個音調 這邊的話也是有將這個融在裡面 然後呢 上面這個按壓鍵比較可惜 他基本上是沒有塗裝的 但是頂端還是有給你一個銀色塗裝啊 再來是他層層遞減的一個管子啊 這管子上面也是塗裝哦 然後這上面的話也有搭載三個類似骨棒的那種鬼石啊 而且還是產生透明結構的哦 然後這個是會發光的 等一下我們會做個展示 然後呢 再來是將木紋基底做延續 然後呢 再來這邊一樣要管子這樣延續過來 然後再來中間這邊一樣有個 Kibiki這一代的一個標誌啊 然後上面這邊的話也有一些分件結構 這個分件結構就算也是沒有塗裝的哦 我要想說他這邊這個設計很厲害 他就算這邊下面設計啊 就算就是將我們那種草鞋那種竹子啊 這樣一條一條一條這樣編織上去啊 去臨謀出那種古老工藝的感覺好嗎 這邊的話都是以圖裝做的呈現 雖然整個圖的比較偏埔一點啊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是很有誠意好嗎 這個想法也很讚 然後下面這邊管線的話也是 有臨摸出類似那種編織的感覺 所以呢 這一把我個人覺得他設計上比較偏向的類似那種 將民工技法 然後再加上管弦樂元素而融合出來一把武器啊 這裡面真的是細節滿點耶 響鬼這一代武器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的啊 再來是換我們民風的一個部分 民風的這個部分啊 基本上就是喇叭的口好嗎 這個喇叭的口基本上是可以額外把它拆除下來的 基本上它會放上必殺子才會把這個裝上去啊 這個的話就比較可惜一點 基本上它局道都是採用塑膠橙色 雖然說是這樣 但是它遊戲地方還算蠻厲害的 中間這邊這個標誌啊 基本上是塑膠橙色啊 但是呢 它周圍用了一個黑色塗裝 而且它有加一些紋理 讓它做出那種消光的感覺啊 所以呢整天看起來算是蠻漂亮的 除了中間這個標誌之外呢 周圍這一圈啊 黑色塗裝上面也是有加一些紋理結構 所以呢整天我覺得看起來質感是好的 然後呢 再來是明峰的一個周圍 明峰周圍的話是一圈藍色金屬漆的塗裝啊 兩種不同風格的一個塗裝 它背後就非常非常普通了 然後呢 再來是吹皺處的一個地方 這個的話就非常非常普 就是完全的一個塑膠橙色啊 裂風有一個很棒的點就是說 它可以將這個給收納在裡面好不好 不然這個的話會非常非常容易遺失啊 基本上將這邊轉過來 好呢 把這個裝上去 好呢 轉接來 我們吹皺處的地方就完整的收納在裡面啦 這個設計點我超級無敵喜歡 在開始玩這把之前啊 HAND SHIT 變身完畢之後呢 我們的威吹鬼會從它的AUTOBi身上 將它的這把武器也拿下來啊 響鬼就是這麼的硬派啊 連武器都還要事前放在車上啊 不然沒得用哦 然後呢 我們把它稍微開機一下 它是不是亮燈的啊 然後呢我先跟大家講 威吹鬼除了放到避殺技之外呢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動作 它就是拿出這把槍開始掃射好嗎 真是開始掃射 然後射一下這個怪人就爆了 這一把武器應該算是 整個GAMELATER裡面最猛的一把武器了 然後我們稍微聽一下射擊聲 蛤 跟我想像中有一點點小小的差距存在 因為呢 這個在劇中 衝摸槍的聲音才對啊 但是呢 它這把的採用音效 應該就是採用 發動避殺技前置的那個音效啊 我覺得很可惜耶 我反而還在期待說 哇這個可不可以玩到 跟劇中一樣那種機嗆的音效啊 結果沒有 而且呢它這裡也會發光 欸重點是我發現 它會沒子彈耶 然後沒有子彈的話 要壓上面這邊 就是去效仿出 劇中 它準備要發動避殺前置之前的那個動作 確定了是10發 它一共是有10發 然後蓄力的話沒有音效 然後沒有辦法連射 它只能一次射3發 這樣射完才可以再射下一發 所以呢它這個模式下差不多只有這樣的玩法 來我們讓我們這個切換成 喇叭的一個形態 這樣子就叫我們的裂風切換為 因極模式啊 整個大小啊差不多增幅了30%左右啊 前面這邊的話就是一個喇叭口啊 可以這樣直接連接在槍管的一個部分 然後吹奏口啊 居然連接在我們的尾端 整個的話就算是卡的非常非常穩哦 所以呢就算你們在玩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它會掉出來 這個點非常非常之優秀 在這個狀態下的話 對 壓是沒有任何聲音的 跟大家講一下啊 然後呢它在怎麼吹 你要配合這邊跟這邊 啊如果你真的不想吹 可以用壓的啊 跟大家說一下 它這邊是可以壓的 這邊這個按鍵啊 跟這邊這個按鍵是互通的 就是說你壓這邊 也可以觸發這邊的音效 壓這邊也可以觸發這邊的音效 它是全新的耶 完了 好沒關係我們先測第二個鍵 這個有哦 這個有哦 哦哦我懂意思我懂意思了 如果你將這兩邊就是你一直吹著 然後一直壓著它就會吹同一個音調 當你壓著然後把吹這邊拿掉的話 就會跑出它入尾音出來耶 嗯還蠻讚還蠻讚的 那第三個呢 欸第三個這個就是必殺技好不好 這樣敵人就爆掉了 但是呢這個的話 我看一下啊 啊可惜 它這一段音的話就沒有辦法一直拉長 因為呢在劇中時 它使用必殺技會把前面那節音一直拉的 非常非常長啊 好啦各位 因為有機會把前面這個鍵壞掉了 沒有辦法出啊 所以呢 我再搞了一把 這個絕對不能少好不好 這算是我們威吹鬼比較經典的一個音樂啊 嗯讚讚讚讚讚 所以到時候它一共是有大概三種音樂耶 兩首比較經典的音效 加一個必殺技這樣的一個設計啊 然後我們來測試一點 就是三個一起拉會怎樣 基本上它沒有辦法三個一起拉 它三個一起拉也沒什麼用 兩個一起拉也沒有用 就算它還是隨機會觸發一個啦 所以到時候它就把這首大了 這三種音效在裡面 但是我個人覺得也夠啊 因為畢竟這個很喬耶 好這樣子你們就爆掉了好嗎 就是這麼的簡單 好啦各位 最後我們要教大家一個點 就是這一塊的一個使用方法 完成 這就是我們威吹鬼的一個腰帶啊 齁齁 欸有沒有當年賣法真的有過邪惡啊 基本上你不買一顆想鬼腰帶 你沒有辦法還出富奇的腰帶啊 最後就算想鬼這代也是屬於那種 你買一整套會比較好玩的啊 這樣子就將我們的變身器給裝在上面啊 自從我了解到凱虎到底有多猛之後呢 導致我現在收腰帶都想要找這種側掛你知道嗎 整個掛起來真是有夠帥的耶 然後那我先說一下啊 另一側掛CD壽這個我還在找好不好 到時候找到我會幫大家補習 所以呢 大家今天就先忍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點就是說呢 這把還有一個很貼心的點就是 它其實有設一個卡槽 可以讓你掛腰帶上面啊 光劇也非常非常壯觀啊 整個掛完之後感覺差不多長這樣啊 嗯 讚讚讚讚讚 多一個這種小貼心的玩法 我覺得還算不錯啊 假設你側邊有CD壽的話 基本上你也可以把這個掛在後面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有一個因極館的整套開箱好不好 所以呢 當年的賣法就是這麼的邪惡好不好 我要先說 並不是近幾年這麼邪惡 從以前開始就這麼邪惡了 但是擺起來真的有那個魅力存在 你知道嗎 我真的好喜歡喔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CAMEN RIDER KUBIKI的一個開箱 如果喜歡請幫大家分享 每週每週我們下次見 Bye